大家好,歡迎收看這節的五間總結 我是林梓彤 現在先和大家看看恆指和內地股市中午收市的情況 見到港股今天有良為反彈 暫時來說,中午收市升了210點的29717點 國企指數中午收報12003點,升了101點 大市半日成交753億多 至於內地股市方面,滬深300指數中午收市升幅超過1% 升了429點上來,3890點 上證綜合指數中午收市升25點,3155點 深淨成分指數方面,升了260點,升幅超過2.6% 中午收報10262點 深淨綜合指數方面,中午收市升了超過2% 升了39.1718點 至於創業版指數,同樣升幅3% 中午收市升了46點,1638點 這個環節,我們請來Stanley和我們聊聊天 Hello,Stanley你好 大市今天雖然有些反彈 但反彈力度不算很大,勉強上一條100天線 但始終今個禮拜,假期氣氛越來越濃厚 以及今日港股通,在農曆新年之前 最後一個假日日,這個禮拜,市會怎樣走? 是否都是雜幅一些,還是美股 接下來會有大波動,令到港股在假期之前 仍然會波動比較大一些 今天都算是這樣的,因為最主要你見過恒指 今天都曾經落過去迫近29,500 就是差點連升都沒得升那一刻 大家都應該有些都挺擔心的 當然你說在美股或港股之後的時間 因為A股都叫做皮特翻穩 而且創業版,都有一個比較大一個叫做帳幅 所以香港這邊,你見到市場的氣氛 稍微有些改善,起碼暫時這一刻都叫做有得升 但是那個反彈的幅度,大家會否滿意呢? 真的很好人看 但是我自己覺得,起碼暫時這一刻來計算 現在一個大市都叫做是穩一點 都叫做是正面的 起碼經歷過上星期一個比較大的動盪之後 今個星期都總算暫時來計算 都叫做是站穩,起碼一彈一下都好 不過就正如你提及到,因為始終筆水很快 也都會開始會暫停 還有今日的時間,你見到的了 成交量方面,都似乎有些叫做是縮了一些 跟上星期每一天都說是上半週的時間 過千億相比的話 今天都真的都縮了不少 所以都反映在這一陣,有些說在這個星期的時間裏面 似乎大家的那個投資氣氛 都比較上可能比較審慎一些 大家會不會像現在這樣再大跌入市呢 機會就真的不算很大 甚至乎你講到美股那邊 過去這幾天都有自己家裏的研究 都真的沒有太多的叫做是前瞻性 因為你可以說現在的美股究竟是 還有沒有機會有些比較大的震盪呢 如果你翻查一下VRX的歷史 其實去到上星期,曾經都叫做可能再升多一點 都真的不奇怪 VRX波動指數 這些情況又不算有機率 就真的不算很多 而且一直以來 其實VRX波動指數都可能是 20度左右的水平 現在又稍稍叫做是高過它 都高過那一到29、30這些水平左右 所以你說今個星期的波動性會不會進一步增加 或者會不會叫做那一段落呢 這個還要看兩天兩日時間的情況 而且因為今個星期 美國都會公布CPI數據 這個數據也有一些啟示 所以暫時可以說市況略為喘定了 但大家又不會太過暫時覺得 沒有什麼事 我想又要再去顧問一下 所以策略上就是大家有貨的 假設上星期的時間 可能都有聽我的建議 可能有些減時的話 暫時就可以了 即是減時之後 現在變成 可能你不是太過多貨的話 就考慮一下拿出去先 但相反真的比較多貨 大家要自己行論一下 就是拿著一段時間的風險 因為始終我們很快又沒有筆水 而且我們有比較長的假期 美國那邊的情況 大家似乎又比較擔憂 所以現在最好就希望持貨那邊 可能令到減壓榜會比較適合 好了 說完大市 今天都有些個別的板塊 都想和Stanley 聊一下 上個星期五 港股跌成千點下來的時候 其實僅僅得一隻信譽 一隻可以逆市有得升 今天升勢可以維持到 還是半日升幅最大籃籌 升幅挨近4% 其他的手機設備股 也有不錯的升幅 排人大市瑞昇 升近8% 其實這個板塊 是不是在跌市當中 都有這麼好的表現 接下來那個上升的勢頭 可以持續到 還是他們反而是沽壓會比較大呢 我相信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某程度上 之前的時間已經是 首先要跌下去了 所以現在變相 你說到這些位置 開始有些支持 甚至反彈 這個不出奇的 我都經常說 這個板塊是不是很差呢 也不知道是 最後最重要的是 之後他們的發展方面 特別是出貨量方面 有沒有機會遮蓋到 那個量跌 價升的情況 我都相信機會都是比較大的 因為你看回信譽為例 上一次都提及到 他們的出貨量方面 那些1000萬像素的鏡頭 那個出貨量的佔備 已經超過了五成 這個其實相反是一個 比較好的訊號 因為這些才是單價 有機會再提出 上升一個啟示 所以我都強調他們不差 只是說之前的時間 跌的升得比較多 還有現在這一輪市場的波動性比較大 在他們的價格之前也算是比較短 現在當你的市場可能比較定 甚至乎 當大家比較關注出貨量的數據的時候 那些公司出貨量比較好的時候 這個版塊有些拆作 又真的不意外 所以按道理 我得到那句 有貨的話 如果大家拿著不是多的 那就考慮一下再繼續拿著貨 我都會再拿著他們 另外也要說272 上個星期五升得很誇張 就是炒私留化的憧憬 但今天看到 集團在上個星期五收市之後 就說近期的股票或債市波動 所以無意去做私留化 所以上個星期的升幅 幾乎全部沒有了 今天中五收市 都匯翻成1成7 兩個一毫二 中五收報 這個消息 其實上個星期這樣炒上去 你覺得是 有沒有因由呢 或者是成不成立呢 那個憧憬 憧憬是成立的 因為的而且確 你見得到公司本身 都有一些 之前有一些說法 有些智能消息 都說到真是 可能有意 可能向銀行做一些 就是銀團貸款 去做一個私留化的動作 所以你說它的價 就是叫抽升 這個其實是正常的 因為 按照你多一間公司 有一些叫私留化的消息的時間 那 卻不然又會有這些炒作的了 而且 你說你回一隻睡房 那它的燃養和那個NAV的 這個Discount 都還是很大的 所以有些消息的價 叫做抽升 那其實反而 突然是合理的 但問題是說 要這樣說 在上星期的時候 市場比較動盪 那你都可以說 如果以一些公司 如果假設 它做一些私留化的動作的時候 的大前提就是 那個股價 長期比較低迷 還有可能市場本身 也都是 叫做是 比較 比較平靜一點 就是市貨 有沒有那麼 那麼 有個錯之下 那城市機會相對比較大 還有 如果以一個叫做 叫做私留化方去看的話 變成那個本錢上面 可能會叫做 可能有機會少一點 但是相反 變成現在 我的價值上來之後 那個市場比較動盪之下 你說它現在叫做 現在叫做 終止這件事 也都不意外的 所以上個星期 我印象中 好像有朋友問過我 就是一些 叫做一些 街廷觀眾也好 甚至乎就是說 一些的 街坊也好 問過我這一隻 我都說其實 你預料有機會推翻 這一件事 因為想不到那麼快 已經是終止了 但是價格跌下來 我覺得又真的 如果大家沒有貨的話 無謂考慮住了 因為一來 你又跌了下去之後 價格 即短期裏面有沒有機會 又再重提回呢 機會應該不大 第二就是 其實你管理層這一次 即公司管理層 這一次的做法 我自己是有一點的意見 好像你上個星期為例 你都 講得好像似乘乘的 但是最終又終止了 其實這些 做事方式 我自己就不太認同 所以你說 股價雖然好像跌了比較多 而且 跌破之前 華人區間的水平了 但是這些位置都不見了 大家考慮住了 好 很快就講完 981 中心國際 因為今天都跌了幾多 上個星期 集團就公佈了一份業績 你看到去年第四季的順利 按年都要倒退大約是5成4下 其他那些 即營運指標似乎都是一般的 今天 股價都是跌了8% 低位去過8.73元 如果就這樣看股價圖來講 它是逆市走過 即1月份行指有得升 但是看到股價是10級以下 業績是否這麼差 接下來見底味 還是會再多一層 差別講這一刻的事 其實公司是前一兩個季度的業績 其實表現都是頑皮的 當時也有警告過大家 這次是很重要的 不要碰 為什麼要炒上去 最主要是一些不水的效應 純粹講公司業務的表現 其實是不對版的 所以上星期拜出的那個季跡 你說表現是頑皮的 我又不意外 我覺得反而大巷有些後知後覺 所以現在希望大家沒有貨 如果沒有貨 都不建議大家沾手住 因為我覺得自己那時 輕然研究過落地芯片的板塊 它那些技術上又不算特別勁 還有就是說 至於落地方面 假設一些電子產品的出貨量 有些叫做減少的時間 對公司都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暫時如果大家沒有貨的話 不建議大家考慮 有貨的話 都真的可能盡早 如果假設 如果計算一彈的話 都是要分斷減持 好啊 我和Stanley談到這裡了 Stanley有沒有持有上述提及的股份 持有信譽的 好啊 謝謝Stanley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回來再見